哈喽大家 今天的节目呢 分享一位小朋友二选一的案例 我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会选择哪一个包袋呢 其中一个配置是 薄金35T5 摘埃尔粉 有叫蜜桃粉的 所采纹的皮革是Epson皮 那另外一个呢 是珍珠灰的颜色 包型是So Kelly 22 珍珠灰同时内拼了龙虾粉 工作室之前也有来到过 这样的一只包 整体搭配还是比较好看的 我觉得上升效果应该也会不错 但是呢 这位小朋友他选择包袋 一个条件是 他想要用作妈咪包 另外一个条件呢 是要考虑一年之后 如果想要出掉的话 他的价格变化将会是怎样的 我们不做预测 但是也可以根据 之前过往的一些经历 来聊一聊 他大概的价格区间 首先呢 二级市场上所流通的 这两款包 其实都是低于 专柜原价的 并没有很明显的溢价 对不对 低于原价的这个幅度 还是比较明显的 大概都在50%左右 那我个人推荐的是 薄金35 首先呢 薄金35的尺寸 它的容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同时它是一个 长口包 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它还有底钉 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 就知道 有底钉的这样的一个包 是可以放在 相对没有那么粗糙的地方的 我们只要觉得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都可以把它放在那里 那如果是搜开粒的话 有可能因为它没有底钉 没有办法站立 它的放置的方式 就受到很多的限制 另外呢 这款包 如果作为妈咪包 还有一个相对的优势吧 它的Epson皮 是整个各类的皮革里面 相对比较轻的 相比透过皮 是要轻上不少 但是呢 作为薄金35的话 应该也要在一公斤左右 这样的一个重量 薄金包的这个包型呢 还是经受过历史的验证的 所以在使用上 我不觉得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说这支薄金35 有什么缺点的话 就是它的颜色 可能会偏鲜艳一些 可能没有办法搭配 所有的出行需求 那另外呢 就是在未来 想要出手的时候 有可能在市场上 流通速度不是很快 如果想要草草出掉它 就有可能受到损失啊 比如说直接回收的话 因为它的颜色 可能回收的价格 会相对低一些 Socali22一般来说 低于专柜原价的原因 就是这个包型 是相对比较冷门的 那可能也会有 使用上的一些诟病 比如说它的包型 是呈圆筒状的 高瘦的形状 那可能大家在使用过程中 因为它比较深 所以拿取东西 并不是特别的方便 Socali的优势 是它可以上肩背 但是薄金35的优势呢 是因为它是长口包 那同时薄金35它只能手拎 没有设置一个肩带 可以让它上肩背 那它的使用方法 多半都是手拎着 那可能就需要配合 比如说出行的时候 有私家车 考虑到使用者 在大概一年之后 考虑把它们两个出掉的话 Socali一直以来 它的价格都处于 一开始的两万左右 然后两万多 两万大几 到现在为止 三万多一些 尤其这个颜色比较好看的话 三万中这样的一个价格 但是呢 这样的价格 基本上啊 我认为是它相对 比较高的一个价位了 如果考虑到明年出售 它的话 价位应该变化不太大 薄金35呢 首先是一个主流包型 大家如果想要购买 这样的一个长口包 那在市场上淘包的时候 如果受到预算限制的话 有可能会选择这样的季节色 我经常会说不做市场预测 但是如果把它们两个包 推到明年啊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大概一年的间隔的话 大概率这两个包的价格 都会维持原价保持不变 或者是略有浮动而已 所以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使用者呢 是提出了两点要求 那同时呢 它还给出了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这两个包的价格 就我来看的话 这只薄金35 它目前的报价 还是比较中肯的 并没有比市场价格要高很多 甚至呢 比目前市场的价格 还会低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的入手价格 综合这两个包型的比较 我个人是给出了 选择薄金35这样的一个答案 那如果是大家选择的话 会选择哪一只包呢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by bwd6